在《明日之子》第二季27强中 跨次元的Odyssey组合 从人数到画风到表演风格 无疑都是最引人注目的存在 无论是星推官还是同场选手 心里都有小小的问号和大大的期待 评价就是他很好奇我们这个组合 为什么是这样的 因为有一个还戴面具嘛我们的地 其实吧当时我有观察 就是各位星推官老师们的表现嘛 当时就是我们站在那里的时候 就所有星推官就对我们产生了好奇 就是我们上场的时候 我等你们很久了 这种感觉 最后Odyssey用一段超模型的唱跳 打破次元成功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已经拥有了有趣的灵魂 这五位小哥哥谈到好看的皮囊的时候 也是一点没有害羞的 首先呢我们组合五个人非常有活力 还有就是我们也就一张脸可以看了 当时李宇春老师说过他要炸毁这个赛道 我们觉得这句话很酷 就决定是他了 就是D 他是我们组合的胭脂担当 如果说一位小哥哥已经把你芳心点燃 那么小哥哥乘以五五 将会是一种什么体验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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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